大家都知道近年来长城旗下的车型市场表现力还不错 特别是在SUV领域 哈佛H6的销量稳居第一 VV5虽然后面才推出 不过表现力还不错 而如果说自己手上有14-15万 这两款车中会选哪一款呢 在尺寸方面 两款车的轴距都是2680毫米 但是外形上可以看出H6的尺寸更大一些 此外两款车的动力都有1.3T和1.5T 还有2.0T三种车型 2.0T的动力数据都差不多 只有VV5的最大扭矩比哈佛H6高了40牛米 此外变速箱方面没有很大的区别 但是1.3T和1.5T的车型和VV5的定义不同 哈佛H6的2.0T车型市面上的价格为13.28到14.68万元之间 而VV5的两款车型价格是15万和16.3万 而且从外观上来看 哈佛H6的车身尺寸更大 外观设计比较符合大众的审美要求 不管是年龄大还是年轻人都很喜欢 而VV5的外观更加的时尚 科技感十足 配置也高 在用料和做工方面也很出色 比较受年轻人的喜欢 此外对比了一下两车的配置 比起哈佛H6的顶配版 15万的VV5多了主动刹车安全系统 劈刀驾驶提示 全景摄像头 电动感应后备箱 座椅加热等配置 而哈佛H6比VV5多出的则是 方向盘加热 电动座椅机翼 后视镜机翼 后排座椅角度可调等配置 而VV5的整体用料和做工 比哈佛H6强 特别是车顶抗压 设计的很出色 两款车虽然只差3000块 但是各有各的优点 就看买车人的喜好